第四题,如图A所示,当甲乙两灯泡串联时,甲灯泡比乙灯泡亮,如果将两灯泡并联后,如图B所示,对于甲乙两灯泡的亮度关系下列何者正确,AB与C逐间至电压维持稳定,我们的灯泡比较亮的意思就是它的功率比较大,功率比较大的灯泡就会比较亮, 那么图A里面甲乙两个是串联,串联的时候是电流相同,因此我们的公式用P等于I平方乘以R,那么电流在一样的时候,如果我比较亮,功率比较大,就表示我的电阻比较大,所以我们知道甲灯泡比较亮,乙灯泡比较暗,所以甲的电阻比较大,乙的电阻会比较小,当我们改成并联的时候变成电压一样,那么我们的公式就会变成P等于V平方乘以R, 那么我们的V是一样的,那么R如果比较小,P就会比较大,功率会比较大,就会比较亮,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乙灯泡的电阻比较小,所以乙灯泡的功率会比较大,而它会比较亮,所以甲灯泡比较暗,因此第四题问我们说,对于甲乙两灯泡的亮度关系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甲灯泡比乙灯泡暗,